好 各位朋友現在要隆重和大家介紹 就是這個非常有名的 成年基港的三缸口 阿平總是哪個三缸呢? 軟缸 敏缸和雙缸 我們前面這個位置呢 阿平總和我們介紹 我們前面這個位置正正是三缸口 三缸口匯聚這個洞亭湖的入口 這裡正正是說 洞亭湖就是長江的儲水池 其實就是一個天然儲水池 就將長江的水可以折制 怎樣折制呢? 就說當長江的水好多好多好滿的時候 它就會流入洞亭湖 洞亭湖就將它儲住在這裡 它就會令到長江的水位不會升得太高 不會氾濫 當長江的上游小雨水 水源不足的時候 因為水向低流的關係 這個洞亭湖的湖水就會流回到長江 為什麼清朝的水師要放在這裡呢? 他們的總部放在這裡呢? 因為這裡三缸匯聚 當他們水師要出去長江的時候就很方便 因為成靈基正正是一個頸 好像人的胃部 那個食道 下食道那個地方 它就拿著胃了 因為湖水也是很平靜 因為以前是沒有海軍的 只有水師 水師就是長江有的 黃河就沒有水師了 長江水師在這裡操練 操練之後就在這裡出去長江的 所以成靈基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措施的港口 當然成靈基當然比不上彩石機 燕子機那些那麼有名 因為它這裡雖然是長江水師的總部 但是它沒有在這裡打過仗 所以它沒有出名的戰役 但是這個鱷羊呢 就是因為它是貼著洞庭湖 所以它們是以洞庭湖為榮 也是以洞庭湖為生的 高山四山 八百里洞庭我的家 現在基本上洞庭就沒有八百里那麼長的了 可能是六百或者五百 因為已經經過新中國成立之後 大家在糧食供應方面缺乏 就填湖造田 填了很多湖的部分 剩下下來依然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湖 中國第二大面積的湖 大家看到這些船 淡水湖 這些船就是在長江這裡做運輸的 一般都有運輸 也都看到一隻很大的客輪 這個是由長江的客輪 我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開的 也都是稍前的地方就是這個 廣武的區 那就是碼頭 當然也都有些吊架、龍門架那些 我以前經常都覺得良副 為什麼要見到這個洞庭湖旁邊 原來就是因為運輸方便 當然啦 運輸最便宜的成本就是用水路 沒有東西便宜得過用水路 這邊就是我們以前居住的地方 對 那這邊這些平房 就是以前我們阿米英團長 童年在這裡度過 所以 他呢 但是他不懂游水的 因為 也不明白 因為 因為洞庭湖水有雪喀蟲 我們是不可以下去 有雪喀蟲 即是有雪喀蟲 對 那你就不敢下水 所以說水陣 為什麼要這麼容易水陣 就是這個水 那大家看到了 這個岳洲關 這三個時 這個觀景台上面 就有寫著一個岳洲關 那大家 大家 都可以 就是 當你們旅遊的時候 亦都可以做一些文獻的收集 就知道這些地方 為什麼會這麼出名 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一個地理環境的關係 稍後時間我們和大家看一下 洞庭湖上面有三條大橋 我帶大家看一下 一會兒再帶大家